Hello everybody,我的名字是Kai Won 今天我們來開箱一個 Da Vinci Resolve Micro Panel 這個盒子外面的照片都拍得蠻精緻的 就...都很漂亮 OK 所以盒子上面有附給你一個Da Vinci Resolve Resolve 免費版 就是網路上可以下載到軟體 它把它裝到一個SD卡裡面 然後就再包進來 Oh yeah 它的保麗桶裡面還有這個軟墊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Resolve Micro Panel 喔 有點重量 那盒子裡面還有附一條USB Type-C的線 然後就空空了 就這樣 3萬5 所以這個調色盤 Da Vinci Resolve 調色介面 所有調色該有的東西都在這裡 這個調色盤真的很重耶 沒有在開玩笑 這整個就... 全部都金屬 有夠重 我手都快斷掉了 連這上面這一排的旋鈕 全部都是金屬耶 別小看這些按鈕 它全部都不是塑膠 這個是一個... 有點像... 橡膠 軟軟QQ的材質 按起來很爽 包... 舒壓... 這三個環也都是金屬做的 然後它還有一個很強的冠線 因為都頗重的 那這個軌跡球呢 重量也頗重的 反正就是全部都很重 很有份量的一個調色盤 滾輪如果要清理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環 就這樣拿起來 因為它全部都是用磁鐵用的 然後呢 把這個開關打開 我們就可以把球拿出來 所以用一用 如果這個球髒掉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子拿出來做清潔 我們把USB接上來稍微看一下 到底用起來怎麼樣 OK 我們來到電腦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Dipage Resolve 給它打開 我現在只有把 我的USB插上去 我所有東西都還沒動 我不確定它到底會不會動 就是我可能還要設定一些東西 反正 現在目前 我就是一個 剛拿到貨 我不知道任何東西 看看到底設定 簡單嗎 還是不簡單 通常我調色後面燈都會關掉 但是我現在我也拍影片 所以就 管它的 雖然這支影片 很明顯的就不是用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拍的 我是用Canon 7D Mark II拍的 但是 現在目前我根本 這個 調色盤不會動 我記得是到 Preference 裡面應該有一個叫Panel Control Panel 這個是這裡 Micro Panel 是不是 Save Show me 還要下次 Yes 就是這裡 好這個影片我已經剪完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盡情調色 嗚 現在還是不行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呢 到底是發生是不是 為什麼不會動 OK OK 所以 我在當初裝 DaVinci Resolve的時候 我把Panel Setup 就是那個工具 我沒有安裝 所以我剛剛又去網頁上安裝了這整個 DaVinci Resolve軟體 然後重新安裝之後 我在Help 裡面就有一個 DaVinci Resolve Panel Setup 這邊就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 我們這邊就可以 更新之後 我們重新命名我的 Micro Panel的名稱 然後我們到Preference裡面 User to Control Panel 這邊我們就可以調整 像是我們的背光亮度啊 O LCD 我這個Micro Panel沒有 LCD 然後還有一些零敏度 我們今天就先不玩 我們先用最原本的 Micro Panel來試試看 OK 這是我們有調過顏色的一個畫面 然後我們把這個顏色關掉 OK 現在就是一個我們 拍攝出來原本就長這樣 我們Bypass 然後OK 確認一下 完全沒有調色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來 玩玩這些上面的 像加個對比啊 然後 Color Boost 然後降個Saturate 先 然後我們來看看 Viewer 喔 全螢幕耶 然後調到Log 所以我們就整體調一下 像是高光 Oh yeah 爽 像是 中間掉也拉起來一些 暗部也拉起來一些 的Log裡面 哇哇哇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 多加一個塗層 然後來調個歡樂的顏色吧 像高光 我讓它藍點 哇塞 這速度也太快了吧 哇哇哇 哇塞 我覺得頗鹹的耶 這個效率也太高了 Viewer 哇 太瞎了 我們Bypass一下 哦 原本 跟調色之後 完全是 效率200分耶 所以我目前這樣用下來 其實還蠻 哇塞 效率爆高耶 剛剛用多久 哇塞 這也太快了吧 10分鐘都不到 OK 反正 這個調色盤 3萬5 我覺得 肯定是 你知道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才會買這個器材 你如果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你 花一個3萬5 然後買一個這個調色盤 你不如把這個錢拿去買一台筆電也好 反正 我還會再做一個完整的Full Review 那我們就 Stay tuned 然後 之後應該還會做更多的調色的分享吧 希望啦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 TheVinci Resolve Micro Panel的快速開箱 當然之後會有一個完整的評測 那 Stay tuned OK 所以喜歡這個影片 大家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耶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Aaah